案件簽結了 我要怎麼去申訴 花越講越激動 包二人實在很生氣 因為明明一通電話 就能找回遺失的一千塊 但案子拖延超過一年 直到主動打電話問派出所 才說監視器壞了已經結案 讓他怒火中燒 懷疑警察吃案 偵查方向是有問題的 因為是卡架你會拿出來的 應該是掉機管機那個鏡頭吧 而不是我敘述說是 什麼7-11的監視器壞掉 然後他們的積極度也有問題 但現在是變很積極啦 只是我現在不太敢接電話 因為他們講話都是一直重複 但我問他說 贏一千結人 他是說可以改 案件曝光 警方秒變拼命三郎 事發在去年8月多 彭先生到三重某超商ATM 一時糊塗忘了取走一千元 五分鐘後折返 店員卻說有人拿走 當下打給ATM客服 說的確有對方的影像 以及後續領錢記錄 不過需要刑事公文才能提供 而彭先生也趕緊到厚德所報案 但圓警卻要他想清楚 表示對方拿走錢 之後有拿來警局會變誤告 一時想讓他吃閉門羹 因為當時候確實是遺失的 不是一個惡意想要誣辞 一個第三人犯罪 是不會構成誤告罪 再後彭先生仍堅持提告 只是等了一年多 PO網求助 警察才說被一名老奶奶撿到 只是報案 與送遺失物的派出所不同 加上承辦員警疏失 導致案件實成大海 為承辦嚴警 以偵辦本案 未能積極查處 何有疏失 本婚局將依規定 以以行政處分 並加強嚴警教育 小案不作為 讓報案民眾失望透頂 人民保姆形象 大大口分 借楊宗盛 訪觀一些媒報道